哎呀,现在的钱真的越来越不耐花了 你看这一个亿,现在还是在我手上 但是下一刻,钱就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 哎,我的钱呢,钱哪去了 但是这个问题还不是最大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钱还没花 把钱存起来了,但是钱却不见了 你看,明明是存起来了 但是我的钱到底跑哪去了呢 钱呢 这个时候啊,无论你放哪里都是不安全的 你看,自己放在保险箱里面 把这个晶圆宝也放进去 这些一个亿,一百亿的全部放进去 啊,你看,明明是在眼前放进去的 但是下一刻打开之后 全部不见了 完蛋了,真的是完蛋了 好的,这个时候呢 大家如果想知道刚才的钱是怎么消失的 点个赞,现在马上给大家解密一下 看到没有,这根绳子把这一个亿给带走了 刚才所有存进去的硬币都还在里面 只是隐藏了在一个你看不见的角落 至于这个盒子呢 这个盒子是特殊设计过的 侧边有个机关,把机关打开之后 中间的暗格就可以打开了 你看明白了吗